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个女人 我容易吗 我 我给你弟弟妹妹既当爹又当妈 我给你爸既当老婆又当伯母 我就是这个家没有期限的长工 我盼星星盼月亮啊 我就盼着这个家有点起色 我好不容易把你盼得上了大学 你知道我多高兴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有盼头了 有希望了 我觉得我们家可以扬眉吐气了 可是你呢 你为了一个农村娘子 你连自己的前途你都不顾了 你太让我伤心了 小麦为了我吃了不少苦 我不能忘恩负义 我不能抛下他们 你妈不是冷血的人 我可以给她补偿 不管多少钱 我就是杂锅卖铁 我给她 妈 这不是钱的事 反正你面前就两条路 你是要你爸 要你妈 要你弟 要你妹 你还是要你农村老娘们 你自己做抉择 选择吧 我给你帮你帮我 我可严重警告你 结婚这个事 最好拦在肚子里 尤其在你爸面前 还有 绝对不能给农村的老娘们写信 记住了 家 家都不认识了 来 来 来 放这儿 臭后功的 亮一亮 放 别拿我里去 熏人的 来 进来 你大哥回来了 关门 快把包接过去 小夕 你大哥回来了 叫大哥 我终于回来了 大家拥抱一下 这孩子怎么傻了都 没事没事 我先去看爸 傻了 没规矩 说你呢 这没规矩 去 去 爸 我回来了 爸 我回来了 爸 我回来了 你爸睡觉了 走 咱先出去 你是林丛吧 我听说你在锁厂上班 这时间过得真快 小夕 小夕 你十几了 你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在哪儿工作 你查户口 你查户口啊 他 十八了 属狗的 你看我干嘛 你就是属狗的 郊区农场上班 一个月三十六块钱 目前还没有正式男朋友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别瞎扯了啊 我跟你们说啊 你大哥现在考上大学了 从今往后啊 你们俩都得听你大哥的 先洗洗去 我做饭去啊 我为你这个嘴 你真考上大学了 就他这样你也信 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这皱皱皱皱的手指似的 行行行 这皱皱她也是录取通知书 就愿那个农村老你 妈 我说 这 怎么那么臭啊 还是有红的味儿 邪 邪性 不是这个 是你 你身上太臭了 你你你你别跟我耳你 我我身上怎么会有臭味呢 我在农村的时候身上挺香的 连蝴蝶都落我头上 行行行 我问 落你头上那是蝴蝶 苍蝇吧 那猪绝还能有香味啊 赶快到早堂退一退去吧 什么叫退一退啊 又不是杀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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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那么臭 哪个大学敢不娶你啊 林沫 你跟林总在这床上挤挤挤 这干吗呀 这这么小的床那俩上怎么挤啊 那我就打地铺 就在这儿 这这锅倒多窄呀 你 到我屋来 来 在我那儿打地铺 自己在这儿享受吧 你 来 你 你这 洗眼镜 对不起 学校宿舍紧张 像他这情况 加在本区的学生 尽量暂时不安排住宿 同志 你帮个忙吧 我们家房子太小了 真的实在没他住的地儿 同志啊 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我们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 真的 你看 为了让他安心学习 请务必帮我们解决一个床位为盼 来 来 同志 老师 我 我妈她比较爱面子 她说的不是完全的实际情况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我们家是四十同堂 十几口人就只有两间房 我奶奶瘦小就睡柜子上 我爸爸呢长期卧床 他是瘫痪 他站了一张大床 我妈妈睡过道 我五六个弟弟妹妹呢 就睡上下铺 我插队回来以后 他们连上下铺都睡不来了 只能倒完睡 什么是倒完睡呢 就是 今天轮着你了 你在家里睡 明天轮着他了 他在家里睡 那就轮不上的呢 那只能什么单位啊 广场了 你麻烦不麻烦 一个床尾治愈女妃那么多的口舌 那 你叫什么名字 林牧 林牧 王老师 给她登记一下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啊 林牧 奶奶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她怎么就睡在柜子上了呢 奶奶的遗像不是放在柜子上吗 那你弟弟妹妹怎么就倒完睡觉了 那林聪小夕本来就是上岛吧嘛 自然在家里就倒完睡啊 这么多年我看你别的没学会 有嘴滑舌你大有长进呢 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啊 就是广播员 刚才一报到团委的又看上了 还让我当广播员 没办法 就是嘴快 反应快 去去去 要说说你就来劲了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啊 有嘴滑舌了 各位同学都先到了 我叫林牧 也是这宿舍的 东西来了 就差你一个了 我有梦游的习惯 要是不关门的话 晚上都能梦游出去 谁占领了上铺让让我呗 秦朝阳 林牧 你也住这宿舍啊 是啊 我听蒋冬生说了 然后呢 说你也考上了 我以为他骗我呢 上铺给你啊 好 小美 见到了心 就见到了我 都烦在你的味儿了 我已经饱到入学了 一切还好 爸 妈和雅雅都好吧 那天车站的事别怪我妈 她确实有难处 我爸这几年 一直单昏在床上 弟弟妹妹也大了 家里 连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你才认真 等我毕业了 我一定接你来城里 过上好日子 百伯子儿的那个海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完了 好了 经过同学们的选举 现在我宣布 林牧同学当选我们班的班长 大家欢迎 其他班干部的人选 有林牧同学负责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林牧 你请吃饭 请吃饭 走吧 走走 林牧 你跟医老师说说 我想当生活委员 你傻呀 要当就当学习委员之类的 当什么生活委员 我一个土包子 投一回进城 没见识 还是干些事物性的事 学习委员 还是让黄黎那样的人 去当吧 说的也是哈 曾敦的钢铁 轻轻的一抓就起来 来人了 干吗呢你这是 修门子 什么小子 知道给家干活了啊 妈 马六叔来了 老马来了啊 是不道上碰咱的大学生了 非要拉着我上家来坐的 林老师在呢 在 去吧 我先看看 好 林教授 这两天怎么样 死不了 这两天天挺凉的 您注意点身体 得 那您先歇着 我出去了啊 林牧 好 这大学生活怎么样啊 比插队的时候强多了嘛 老马 今儿在这吃饭啊 六叔叔 我们走的时候 您都是所长了 现在应该是局长了吧 局长算什么呀 我是局长他爹 您这活儿好 局长那听你的呀 他是你儿子呀 孩子没大没小的 跟你六叔开玩笑 老马 你们家红梅上的是石砖啊 他那就是一砖科 跟你们家林牧那没法比 不能这么说 女孩子这就不错了 比在乡里当农民强多了 那倒是 要说这孩子这些年 也真是受了不少的苦 一想起这些呀 我就老觉得 对不起红梅他妈 你可别这么想 你说你一个人把红梅 从小拉扯大 又当爹又当妈的 你容易啊 你不容易 你对得住他妈 真的 你现在该关心关心 你自己的问题了 红梅大了 你老了 找个伴 都什么岁数了 上哪找去 算了算了 别算了呀 马叔 您现在是正当年啊 妈 你看这马叔的眼神啊 炯炯有神 杨子蓉了这是 你这孩子 你小子你就跟我平吧你 我正要问你呢 你那理发馆的女朋友怎么着了 怎么回事 都追了的事 你 你报复我是不是 我一定受了 我正上这儿班 先走了啊 你留下吃饭吧 走过来 下回下回 我ree 你们俩去送送送 送 我送送送 送送送送送 六长叔真的没当上局长 还局长呢 所长都让人振了 为什么 前年啊 有个台湾特务 通他手上跑了 差点没扒桃 обыч disc 这年头哪还有特务 据说嘛 据说 老林 吃饭啊 快快快 洗手 吃饭了啊 爸 你老柯就别喝酒了呀 别管他 谁说他也不听 爸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从楼上跳下来 就天天喝酒 我怎么觉得他什么时候都在喝酒 能不能少喝酒 心里头烦呗 你让他喝呗 反正他喝那个酒也不贵 一斤才两三毛钱 等我大学毕业了 我给他买好酒 少喝点也行 好儿子记住今天的话 别洗礼老想着别人 这一厂怎么卖呢 三块钱 这个太贵了 太贵了 偏一劲儿 这毛线 毛线 毛线 哎呀 pelosemen 赚钱别闹 哎呀 Marvel 你飞进来心里 persona 飞进来心里 飞进来心里 你看你飞进来心里 这女人咋回信呀 嫁了个北京知青 人家返程了 说得好好的来接他 结果 那男的也没给他写信 他给人家去的信 全都打回来了 精神受不了 就疯了 真可怜 看见没 这也许就是你将来的下场 林不是那种人 我咋生你这么个挂蛋子 便宜点 同学们 美国社会小说家 伊迪斯华顿 他的小说 纯真年代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讨论讨论 这部小说的主题 哪一位同学先讲一讲 老师 我先说话 我觉得吧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主题 讲的是爱情 老师 是社会批判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主人公的爱情 在世俗的压迫下破灭了 不准确 林牧 到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讲 我觉得这篇小说 是抛弃了人性的弱点 主人公在两个不同的事件里徘徊 一个是爱情 冲动和自由的事件 一个是世俗 理智 责任的事件 一个是精神事件 一个是现实事件 而主人公呢 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件里 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和抉择 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读这篇小说 也让我想到了 自己的处境 和时代的处境 我们不能为现实的困境 所束缚住 要为自己的梦想 付出行动 我想这也是老师讲授 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讲得好嘛 李牧同学啊 分析得非常透彻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大家稍微等一下 等我说两句 经过多数同学的倡议啊 咱们的课余学习小组 今天就正式的成立了 组长林木 联络员黄黎 也就是我了 然后大家自由报名参加 好吗 来来来 我报名 我报名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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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安门 真好看 哎呀累死了 我跟你说 今天啊 我总算见到天安门了 我打扫 老以为天安门顶上 它就放金光了 今天一看 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要放光也是白天放 放金光只是文学描写 就是 倒是一种神话 对 黄 我好像 看见邓小平的办公室了 土豹子 有什么好笑的呀 秦少阳 你别犯傻了 你以为这是咱们小溪沟呢 大腿部都挂着牌子 人家邓小平同志 在中南海工作 你不知道别瞎说 不管他在哪儿 他都在注视着我们 没有恢复高考 就没有我们的新生 说太好了 邓小平同志 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对 我一个父母的儿子 能有今天 不说了 什么都不说了 我只有发愤读书 将来报效祖国 不 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 烂在你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 而不展现欢畅 一切的现在 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 都生长于他的昨天 希望 而且为他斗争 请把这一切 都放在你的肩上 来 面糖 我吃完了 你看那什么书 是专业书吗 对 别看贤书 你给那农村老娘们写信了吧 没写啊 真没写 妈 我下午学校还有活动 我得先走了 记住自己说的话啊 好 爹 练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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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买块表 谢谢妈 喜欢吗 喜欢 我就跟你说两句话啊 第一句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骄傲 我对你可是记忆无限的希望啊 一定给我整口气啊 妈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天天偷衔梁追思古的 少贫 第二句 和小溪沟彻底决裂 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你切记切记啊 跟那农村娘们不能有任何瓜葛 听见没有 妈 你别老贴 那农村娘们的 人家有名字 叫王小麦 你要听我的话 让我叫她姑奶奶都行 记住了啊 爸 林沫来信了啊 怎么寄到阿太爷那儿了 我狗日林沫 我非他拼了不可 这怎么可能呢 爸 林沫说了 她大学毕业以后 马上接我跟鸭去城里的 这 小麦啊 也就你傻了 人家把纸印都摁上了 这不是她的字 我认识她的字 这不是 小麦 就算不是林沫写的 那也是他们家的意思 我跟你爸 本来就不赞成你去北京 现在 人家把离婚书都寄回来了 我们就更不能让你 上他家去受罪了 妈 听妈的话 跟他离了吧 啊 不行 不行 不能这样便宜他们了 敢哄我妹 我那狗的性灵的 上不了大学 大藏 李宇 明天就去宫舍办理离婚手续 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老大 我到北京去扫小妹 我那傻闺女咋就一根筋呢 妈 爸 你们放心 小妹要扫根头发 行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的脾气 她可是不得黄河心不死 不转南疆不回头 行了 随她去吧 再上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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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腰上腰 大城门上腰如意上腰啊 快点快走 快 又 怎么了 抓住了哈 好了好了好了 不疼不疼不疼 不哭不哭行行行 行了 妈给你叫个活儿啊 妈给你叫个活儿 又又回来吧 又又回来吧 回来吧 好了好了 回来了回来了啊 回来了 林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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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 林沫 林沫 是我 是我 林沫 林沫 他谁啊 好像是我们插队地方的那个社员同志 哦 社员同志 你好 大学生同学 你好 哎呀 哎呀 林沫 林沫 干嘛去 这么大老眼 你怎么跑来的 想你了吗 鸭也想你了 小点声 知道你放个住 嗯 鸭也来了 人呢 在外头 托人看着呢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到时候我会去接你来的 你看好自己就来了 还找到学校去 行了 别日轰我了啊 你看这啥 这什么 林 林 我可没写过这个 那这咋回事啊 我 这封信可是从你们学校直接寄到二大爷那儿去的 看见没还有你的手印呢 我 我怎么会按手印呢 这 这一定是 是我妈搞的问题 哼 我就知道不是你写的 所以我连夜带着鸭去进城来了 哎 我要是再不来的话 你妈的阴谋可就得逞了 那真巧 北京这么严 说来就来了 你看 这这这 这完全是傻子姐进城啊 这 哎呀 我本来就是傻子姐进城嘛 爸爸 哎 鸭鸭 鸭鸭 哎呀呀呀 我看一下哎呀 哎呀 哎呦 这怎么了 啊 妈妈找不到爸爸的身体 就穿着电线装子 我就穿着衣服了 哎呀 你不是挺能的吗 干不过坐公交车啊 哎呀公交车多麻烦啊 还得倒车 再说了 花钱 来 二姐 谢谢了啊 不客气 不多了啊 慢点啊 爸爸我找不到你了 好好好 在街坊 你真的要把我们变成胡同串子呀 哎呀 你还知道胡同串子谁告诉你 你不是跟我说的吗 你还说 王干是典型的胡同串子 哎呀 哎呀 你别 别尿啊 嗯 想上厕所 万灵师尿多 那就是 啊 我去了 不许跑 等着我 哎呀 快点快点快点吧 哎呀 那是鸽子 哎呀 哎呀 哎哎呀 那是鸽子 哎呀 雷公 怎么啦 没事 雷公 雷公 哎呀 哎呀 再哪儿快点啊 啊 你再丢好 这尿尿虽然费时间 也得尿啊 上次在火车站的时候 我是想等你们的 可是 我知道 我那是中了你妈技了 这会儿是打仗的时候 你妈绝对是那种 拉着杆可以打游击的人 哎 就那种双手可以打枪的人 你妈才是游击队员呢 哎呀 这城里人住这么小的房子 心里多不长啊 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大尿 都没法 大尿 你 都不想吧 大尿 你 你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白 小白 晓晓 晓晓 来 来 快快快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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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了 来 来 大口 吃 快 如果明天被发现了 不管雅雅奶奶怎么骂 怎么打 你都不能换手 也不能换嘴 还有 先别管他们叫爸 也先别管他叫妈 要给他们一个适应的时间 为啥呀 听话的 玫瑰吃 那叫啥呀 先叫您 您请 您坐 您 您 还有 进去也好 躺下就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等我明天回来再说 啊 我有点怕 我 这个时候你怕了 风雪连天 松顶里 泰山压顶要不闻 不要把一切摆到脚底下 快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哎呀 不能拉屎 一拉屎 咱们就包楼了 啊 这拉屎 上去你做 起飞 一 能不能给尿尿 这拉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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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五 六 三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二 三 五 四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三 四 三 三 一 三 四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哎呀 你这怎么回事 你到这个时候你就尖叫 他妈孩子 吓的 站住 你还想出去给我丢人呢 拿着给我 站住 不许进屋一步啊 就在这站着 你 不 你好 谁会知道你的容颜是那么娇艳 是那尘土掩盖了花的初恋 谁会知道潇洒眼神到睡眠 让那老花拖起那你的笑脸 谁会知道风的牵挂 让那往事创严 迷途的心 也要因此改变 谁会知道谁的诺言 会让天空变蓝 心里拥有的事总会实现 一路走来你把心酸走遍 一路面前你把终枕默念 一路走来感动了情愿 感动了情愿永恒了世界 一路走来感动了情愿 一路走来感动了情愿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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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